快來啦 快起跳板 快醒啦 快來啦 快起跳板 快起跳板 嘿 快大家快一起來 來到起跳板世界 嘿 在這世界裡面 有許多的快樂 一曲遊戲 唱歌跳舞 就像快樂天日 多少美好 晃了時光 既在起跳板 在起跳板 快來啦 起跳板 親子總動員寶貝樂翻天 起跳板家庭趣味遊戲 就要開始了 猜猜我是誰 媽媽是我心 默契大考驗 好玩的遊戲精彩的瞬間 小朋友們 快帶爸爸媽媽 來七巧板做遊戲吧 七巧板 陪伴寶寶和爸爸媽媽 共度美好時光 快來看吧 快來快來我們一起做遊戲 快來快來我們一起來跳舞 快來吧一起拍拍拍 一起拍拍拍 快來吧一起跳跳跳 一起跳跳跳 小春的雙手拍拍拍拍 高興的雙腳跳跳跳 高興的屁股 扭扭扭扭 高興的大聲 嗨嗨嗨嗨 快來吧一起扭扭扭 一起扭扭扭 快來吧大聲嗨嗨嗨 大声嗨嗨嗨 深春的双手拍拍拍 开心的双脚跳跳跳 开开的屁股聊聊聊 开心就大声嗨嗨嗨 来来来一起拍拍拍 一起拍拍拍 来来来一起叉叉叉 一起叉叉叉 小朋友们你们好 家长朋友们你们好啊 亲子总动员宝贝乐翻天 这里是七小板特别节奏 亲子总动员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杜月姐姐 那我们都知道 亲子游戏啊 是有益于家长和宝宝之间的情感交流 更是有益于宝宝各方面的发展 所以今天呢 仍然是有很多家庭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共度亲子时光 究竟有哪些家庭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我们走进了三家幼儿园 进行了海选 一起到海选现场去看一看吧 兰部组首先来到了 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幼儿园 通话分圆 今天海选来了好多小朋友 海选的游戏活动是 推小车运西瓜 小车西瓜都是小朋友们喜欢的玩具 做这个游戏太快乐了 小朋友们快乐 爸爸妈妈们似乎也回到了快乐的童年 不过这个游戏看似简单 其实对于四岁多的小朋友来说 还是有难度的 首先推车要注意保持车的平衡 你看有的小朋友们技术掌握的就不错 还有的小朋友们推起来东扭西歪的 另外给小车挑头也是一门技术 有边跑边挑头的 还有原地转半圈的 还有等着爸爸妈妈帮忙的 也有这样摔倒了爬起来再次尝试的 经过激烈的比拼 表现出色的家庭是 金蛋一家 雨菲一家 安迪一家 龙宝一家 祝货你们 海选的第二战是 长沙红黄蓝金玉华府幼儿园 老师们正在准备一个具有湖南特色的游戏 长沙臭肝子 瞧 这锅里的美食就是臭气脱鼻 浓香诱人的臭肝子 游戏开始了 家长和宝宝要用长长的筷子 把臭肝子摆入盘中 这可讲究的是个巧劲 宝宝和家长必须配合巧妙 劲儿往移出时才行 配合得好 就很容易能把臭肝子加到盘子里 如果配合不好的话 长长的筷子就会不听使唤 没关系 游戏过程就是小朋友们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的过程 看 这些家长都很棒 他们在耐心地陪伴自己的宝宝学习 小朋友们进步也很快 经过激烈的笔篇 表现出色的家庭友 雅琴一家 晨晨一家 晨晨一家 晨晨晨一家 晨晨一家 晨晨一家 祝贺他们 最后一站 栏目组来到了昆明市 寒龙区贝特冰江幼儿园 这是一所环境优美的国际幼儿园 园里进行的游戏海选活动 吸引了许多家长和小朋友们的热心参与 经过一番激烈的笔篇 这几个家庭从海选活动中胜出 他们是 鸭鸭一家 星巴一家 小长导一家 欣欣一家 祝贺他们 好 现在呢 来自通话 长沙和昆明的12组家庭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来跟大家打打招呼 大家挥挥手 跟电视链的观众朋友 希望今天呢 大家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清理时光 那今天呢 我们还是通过三轮游戏 来选出一个最有默契的家庭 第一轮游戏呢 要分两组进行 首先开始第一组的快乐羊角球 好 我们第一组的六个家庭呢 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个快乐羊角球又怎么玩呢 其实规则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的宝宝和爸爸 骑在羊角球上 接力运送毛毛虫 规定时间内呢 谁家运送的毛毛虫 个数最多 谁家就获胜了 那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我们的妈妈在放毛毛虫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毛毛虫啊 稳稳地放在羊角球上 不可以顶在孩子的头上啊 也不可以孩子手里拿着羊角球 明白了吧 好 所有的人听我口令 注意了哦 预备 开始 好 有一个小朋友已经落后了啊 这个小朋友是谁 哦 是新宝 赶紧重新上球 好 拿好毛毛虫 对了 对 我们的宝宝都非常的守规则 哎呦 有一个小宝宝的鞋掉了 不着急啊 慢慢地穿好鞋 再去找自己的球 哎 一定时时刻刻宝宝要骑在这个羊角球上啊 哎 小城堡表现得很好 肯定小朋友也很棒 爸爸们速度都很快啊 爸爸们都像大袋鼠一样 哎 宝贝 对 重新骑上羊角球 才可以回到爸爸的身边 好 陈阵 对 陈阵做好准备好了 哇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啊 都特别地厉害啊 小肚子向前冲 我们的爸爸们是大步伐地向前冲 像一只可爱的大袋鼠 那陈阵的爸爸妈妈已经自己总结了一套这个经验 而且我们的啦啦队里面啊 有各自自己不同的支持的人 好了 雨飞半的球拿回去 对 好 萱萱 萱萱把自己的羊角球把握好啊 只有骑上羊角球运送的这个猫猫虫才算数 哦 小圣宝加油 坐在羊角球上 宝宝简直是拖着羊角球在跑 好 倒计时 5 4 3 2 1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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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萱萱还是你听话 萱萱到姐姐身边来 刚才姐姐已经说停了 你为什么还一直往前跑呀 不知道 不知道 是因为不知道已经说停了 还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往前跑 因为我擀得太慢了 你擀得太慢了 那你觉得自己和爸爸 总共运过去多少个猫猫虫 几个 可能十个吧 可能十个吧 觉得这个数目还不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的六个家庭 他们的战果如何 现在我们请裁判员 去清点一下猫猫虫的个数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家庭登台 好 现在我们第二组的六个家庭 也已经准备就绪了 希望他们同样能够取得好成绩 所有的家长还有宝宝们 听我口令咯 预备 开始 哇 我们的金蛋同学一马当仙 对 装好了猫猫虫 这个落后的小朋友是什么情况 要蹦哦 小朋友蹦蹦跳跳的啊 我们的龙宝小朋友输了一个很特别的发型哦 小壮 小壮的爸爸是不是叫大壮 龙宝要骑在这个羊角球上啊 哇 有一个爸爸好快哦 这是谁 marry的爸爸好快哦 欣欣 不着急啊 妈妈呢 去找爸爸 去找爸爸 对了 龙宝每次一跳都特别可爱 因为他的小辫子是直的 哎呀哎呀哎呀 好 我们的金蛋小朋友已经驾轻就熟了啊 哇 龙宝表现得好棒啊 精蛋的爸爸依旧出色 哎呀呀呀呀 注意龙宝 龙宝要骑上羊角球才可以回去哦 我的天呐 这是marry的爸爸吗 他怎么会这么快 好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跳 Mary 来 姐姐问你 你觉得刚才爸爸表现得好不好 表现得好 爸爸表现得好 我也觉得爸爸表现得特别好 这么长的一段距离 爸爸基本跳三到四下 完全可以到达妈妈那里 爸爸 我建议给您来一个大特写 您单独表演一下怎么样 来来来 Mary 给爸爸让个地方 Mary的爸爸请出发 四下人家已经带着掉头就转回来了 特别的厉害 还有一个爸爸也特别厉害 就是金蛋的爸爸 他不像这个Mary的爸爸是跳起来的 他是在地上平躺的过来 特别快 那第二组家庭也表现得非常棒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战果如何 收获颇风 现在呢我们要有请裁判员去清点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哪六支队伍 进入到了第二轮游戏呢 进入第二轮游戏的是 安迪家庭 圈圈家庭 小陈宝家庭 金蛋家庭 Mary家庭 小壮家庭 祝贺他们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二轮游戏 第二轮游戏呢 我们有三个小小的环节 首先我们要对爸爸进行考验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猜猜我是谁 待会儿啊 我们会有六只小蜜蜂 就是各位的宝宝 他们扮成了小蜜蜂的样子呢 随着音乐会在蹦床上跳舞 上下的跳跃 他们身上呢会有一些序号 爸爸就要看了 如果你觉得哪一个序号是自己的宝宝 就把那个序号写在自己的答题板上 如果答对了 就会得到一个大苹果的奖励 好 现在听我口令 六只小蜜蜂请登场 哇 好起来 来 这边有一个 好 我们的爸爸们要注意了 现在如果认出了你的宝宝 随时可以把序号写在答题板上 如果音乐停了之后 你的答题板上没有内容 我们就视为期权呢 所以认出了宝宝就赶紧写答案 哎呦 宝宝跳的时候别太往前 往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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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好好 爸爸们抓紧时间写啊 一会儿音乐就要停了 好 好 音乐停了 所有的爸爸量 提板 好 我们这边 金蛋的爸爸 给出的是三哈 哎 这边是四号 一号 然后是五号 二号和五号 哎 现在好像五号蜜蜂 有争议哦 两个家庭都认为 五号是他们的小宝宝 五号在哪呢 我看看五号哈 五号 我让他说一句话哈 最喜欢的人是 妈妈 最喜欢的人是妈妈 认为他是你们家的宝宝的 请举手 好 两位仍然举手 接下来我再问一个问题 是幼儿园的老师好看 还是妈妈好看 妈妈 现在还认为是自己家小宝宝的 请举手 你们俩确定了 是吧 是你们家的宝宝 是不是 来 看看是不是啊 来 我必须要说 你们三个家庭都是什么家长 一错错一群啊 全场两个人啊 在像看热闹一样 看着旁边的两个家庭在打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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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被消化的是自己 你们家不能得大苹果了啊 现在我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家庭啊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觉得哪个是你们家的宝宝 二号 你觉得是二号啊 是 粉色的你们来给出一个数字 是吧 四号 你觉得是四号啊 对 刚才有没有选二号的 谁选了二号 哦 没有人选二号 有没有选四号的 好 这边有选四号的 确认四号是你们的孩子吗 确认 我们来看一下四号到底是谁家的宝宝 我把你的头套摘下来啊 四号小朋友是谁家的 爸爸在哪里 在啦 好 我们的黄色没有认错 粉色 再给你一次机会 觉得哪个小朋友是你们家的 六号 好的 六号啊 没有人选六号 你们很聪明 六号爸爸 来 哎呀 对了 这个爸爸呀 是长输一口气 哎呦 对不起 不能获得苹果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金蛋 给出的是三号 确定三号是金蛋 确定 好 来 金蛋小朋友 和爸爸妈妈见面了 恭喜金蛋的爸爸 可以获得一颗大苹果 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一号啊 来 我们看看一号小朋友 是不是呢 是吗 跟爸爸的发型都是一样的 送给爸爸一颗苹果 好 那刚刚呢 这边啊 我们全都是错误的 然后呢 为了惩罚他们 我把二号放在最后来揭露 来 我们看看二号小朋友啊 来 迫不及待了 没等我问 一摘头都 那个是你的爸爸 对不对 嗯 你的爸爸猜了好几次 才把你猜出来呢 是 是 那有没有一点不开心 开心 哦 开心 那你开心就好 好吗 好 现在我们来盘点一下 各个家庭 他们都获得了多少苹果呢 这边的三个家庭呢 每一个都获得了一个大苹果 那我们这边的三个家庭呢 获得苹果的个数是 零 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个小游戏 要考一考妈妈了 接下来要考验妈妈的这个小游戏呢 叫做妈妈知我心 一会儿啊 我会有请一位宝宝 抽取我手里的题卡 当我念出题目之后 所有在场的六位妈妈 要给出答案 然后呢 把题板要扣过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请宝宝来回答 妈妈呢 可以作答两个答案 宝宝也可以作答两个答案 答对一个 就给一个大苹果 好 现在我要有请宝宝出题咯 来啊 金蛋你来抽一个 好了 好 交给姐姐啊 我看一下 金蛋抽到的这道题目是 宝宝最喜欢吃的蔬菜 好 现在六位妈妈做好准备 倒计时 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好 写完之后 马上把题板扣下来啊 我们所有的妈妈 已经给出答案了啊 我们来从金蛋开始 爸爸 你最喜欢的蔬菜 是 什么 是白菜 是白菜 那如果 还让你再选一个 你最喜欢的菜 是什么 胡萝卜 哎呦 你好棒啊 小朋友都不爱吃 但你却爱吃胡萝卜 好 金蛋给出的答案是 白菜和胡萝卜 我们看看 甜 酒 来 我问问金蛋啊 金蛋 你爱吃甜椒吗 不愿意吃 斩钉截铁 请问妈妈 您是怎么得出 她爱吃甜椒的 这个结论的 因为她什么蔬菜 也不爱吃 然后 就是平时 每次我们问她吃什么 她就说 吃了甜椒 那我觉得这样 既然她说了 以后回去 咱们炖炖白菜胡萝卜 好不好 好 满足小朋友的要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小朋友 来 你的妈妈 在哪里 在那里 在那里 你最喜欢的蔬菜 是什么 胡萝卜 好喜欢的是 白菜 胡萝卜和白菜 这是儿子给出的选择 来 妈妈 亮提板 白菜 对了 玉米不对 回去 加胡萝卜的菜谱 好吗 好的 好 恭喜这位妈妈 可以获得一个苹果 好 来问问这个宝宝 你的妈妈在哪里 在你 好 那么我要问你了 你最喜欢的蔬菜 是什么 白菜 除了白菜 你还有什么爱吃的菜 油麦菜 油麦菜 喜欢白菜和油麦菜 来 妈妈请亮提板 妈妈为什么说她喜欢胡萝卜 因为平时我拿胡萝卜做ABC馒头给她吃 所以她说喜欢吃胡萝卜 它临时变的 导致你们家没有得到苹果 好 来 这个小宝宝 你的妈妈在哪里 在那里 好 那宝宝啊 问问你最喜欢吃的蔬菜是什么呢 面条加鸡蛋 面条加鸡蛋 那如果在面条加鸡蛋里 放点东西 你会让妈妈放什么 放点油麦菜 放点油麦菜 除了油麦菜 再放一样 放什么 青菜 在面条里面 哦 那青菜 青菜其实也是一种菜 我们来看看这个宝宝的妈妈啊 给出的是白菜和萝卜 没有苹果啊 对不起 好 宝宝 你的妈妈在哪里 哦 最喜欢吃的蔬菜是什么 黄瓜 黄瓜 除了黄瓜 还有吗 玉米 黄瓜和玉米 玉米呢 虽然说不是蔬菜 但是它能炒菜 哎 妈妈亮一下题板 真的有玉米哎 豆角 她平常确实爱吃豆角吗 哦 是的 哦 那恭喜这位妈妈 可以获得一个苹果 来 老婆 你的妈妈在哪里 这里 那我现在要问你了啊 你最喜欢吃的蔬菜 是什么呢 乌萝卜 还有呢 青菜 青菜 我们来看一下 妈妈给出的答案是 胡萝卜有哎 西红柿没有 恭喜这位妈妈 加一个苹果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整个六个家庭 他们分别都得到了 多少苹果呢 这边是 两个 一个 一个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 一个 一个 没有苹果 好 那刚才呢 我们考验了爸爸 考验了妈妈 接下来要考验宝宝咯 现在呢 已经到了考验宝宝的环节了 名字叫做 妈妈 你在哪 现在呢 我们的六位妈妈 已经化妆成了 毛毛虫的样子 待会音乐一开始啊 妈妈就要跟着音乐 进行舞蹈 孩子们呢 如果在音乐停之前 找到了自己 真正的妈妈 那么就会奖励一个 大苹果 现在所有的小朋友呢 已经在指定的位置 站好了 听我口令 音乐 开始 妈妈 漂亮的妈妈 漂亮的妈妈 最爱我啦 妈妈 温柔的妈妈 温柔的妈妈 你在哪 好 我们的小朋友们 如果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妈妈 就可以走到妈妈的身边去了 妈妈 小朋友们可以出发了 可以出发了 金点 安迪 可以出发了 走到自己妈妈的身边去 觉得是哪一个 妈妈 温柔的妈妈 走到自己妈妈的身边去 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 对 站到旁边去 好 还有两个小朋友没有确定 小壮 找到自己的妈妈 现在有两个小朋友 游离在外面的 来 小壮 你选一条 好 那么请你站在这里 然后 萱萱倒是不挑 反正剩一个毛毛虫 来吧 好 来 好 现在呢 是没有任何争议 所有的小朋友 都选定了自己喜欢的 毛毛虫妈妈 究竟回答的对不对呢 好 来 现在 所有的妈妈 可以摘头套了 看看对不对啊 来 请问您是谁的妈妈 我是萱萱妈妈 萱萱妈妈 游离了整场啊 她平常在家里也是这样的吗 她在家还好 就比较活泼的那种 出来之后有点管不住了 对 好 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小壮和萱萱都选错了 是不是 小壮的妈妈我们先不问啊 我们先问一下 您是谁的妈妈 金蛋的妈妈 金蛋 她自己的东西上来就站着这儿 金蛋 你怎么知道这个就是妈妈呢 因为我看到她个人有点矮 矮吗 确实不高 好 那么金蛋的家庭可以加上大苹果 来 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妈妈 您是谁的妈妈 小壮的妈妈 那就是说小壮和萱萱是 都错了 那对不起 不能获得苹果了 好 来 请问您是谁的妈妈 安迪的妈妈 恭喜 安迪选择正确 安迪家庭 家一支大苹果 请问您是谁的妈妈 我是玛瑞的妈妈 玛瑞 你是怎么来判断她是你的妈妈 我是看到她的姿势 她的姿势有点像我妈妈 所以我就抱着她了 她的姿势像你的妈妈 你平常经常跟妈妈一起跳舞吗 对呀 看来 多陪孩子玩确实是有好处 通过舞姿就判断出来了 妈妈是谁 好 加一个大苹果 那接下来我要问问 那您肯定是小城堡的妈妈 对 没错 那给我们的小城堡 加上一枚大苹果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三个小游戏之后 各个家庭的苹果情况是多少呢 这边呢 是三个苹果 一个苹果 两个苹果 再看一下 那边 两个苹果 两个苹果 没有苹果 那现在呢 我们第二轮的三个小考试全都结束了 究竟哪三个家庭会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角色游戏呢 我们还要加上第一轮游戏的综合成绩 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哪三个家庭进入了第三轮 进入第三轮游戏的是安迪家庭 金蛋家庭 玛瑞家庭 祝贺他们 长白山 你又在街上 当作丽丽住的小山王 一个故事一首歌 一段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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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是小声的 宋明是小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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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从你游戏 像你朋友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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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朋友 我想 我看 быв週 在果园里啊 好多果子 都从树上掉了下来 小刺猫家族一看 我要把这些果子全都运回到家里去 于是 lot猪一小猫和大刺猫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待会儿啊 妈妈是在这边收集果子 小刺猬以翻滚的方式 沾果子沾果子沾果子 然后回到妈妈那里 妈妈呢就是摘果子摘果子摘果子 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可以出发 以翻滚的方式 沾果子沾果子沾果子 然后继续回到妈妈那里 摘果子摘果子摘果子 我们比的就是规定的时间里 哪一个刺猬家族 他们的果子最多 哪队就赢了 听我口令 预备 开始 好 以翻滚的方式 小刺猬 三个颜色的小刺猬 好棒啊 金蛋和安迪纠缠在了一起 来 玛丽往中间滚 往中间滚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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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能摘 我们爸爸 爸爸真的是很卖力 我们这个游戏 其实就是考验的小朋友的身体协调能力 看他翻滚 我们之前呢 一直以为家长会放不开 没想到我们的爸爸表现非常出色 对 这个宝宝赶紧先回来吧 摘果子 好 这个宝宝赶紧先回来 我 这玛丽的爸爸 玛丽的爸爸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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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们的小朋友又出发了 我们的小朋友又出发了 小朋友你们注意 要往果子多的地方滚 要往果子多的地方滚 好 特别厉害的玛丽的爸爸又要出发了 好 我们的小朋友 好 我们的小朋友 咱们要往果子多的地方滚 我们的小朋友 沾完果子之后 摇滚滚的方式 回去 我们的鸡蛋又出发了 玛丽爸爸明显体力有点下降了 好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好 现在呢 我们有请我们的裁判员呢 来盘点一下 三支队伍最后 他们沾的果子的数量是多少 好 那经过盘点之后呢 我们来问一问各家的小刺猬 他们都遇了多少果果回家呢 来 我先问一问金蛋 大声地告诉我 你运了多少果果 我要了一百个 运了一百个 很神气的样子 小眼神 一百个 好 来 我们看一看安迪 安迪告诉姐姐 你运了多少个果子 一百三十二 这底气 一百三十二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玛丽运了多少果子 六十三 六十三 也很不错 你很棒 那么 非常的明显 今天获得我们冠军的就是 安迪家庭 获得了我们最默契家庭的称号 恭喜 也感谢其他两个家庭 你们表现也很棒 其他今天所有参加节目的小朋友 都很厉害 好了 我们这期七条版特别节目 亲自总动员 那马上就要结束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都拿到了自己心仪的礼物 非常的开心 我为我啊 高兴了今天 高兴 不仅是他 所有的小朋友都说非常的高兴 而且我觉得家长们 今天玩的也非常的过瘾 我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 能够在今天的亲子游戏里 收获自信 收获成长 好了 这一期的七条版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